您对现在社会网红现象怎么看 我对网红现象 网红就是人家买东西啊 带货啊 做带货啊 对吧 做带货 还有去吃旅游 就像旅游岛游一样 对吧 就像导游一样 介绍这个商品 怎么吃这个景点 我是这个眼睛 还有有时候带货 有需要的人带货 他可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 我首先这个产品 他自己要试过 对吧 因为你试过才有这个讲话的反应权 对吧 有一个可信度 你看现在社会啊 现在这个网红啊 非常的吃香 对 有的动辄上亿的粉丝量 那么 你觉得这个对以后的经济呢 是是好是坏 这怎么说呢 有可能是好 现在你看大部分人都躺平了 工作也很难找 对吧 这个经济形势 有可能有些人做网红 你要找到一个在网红的某个商品 切录点 就是每个行业切录点 你做旅游的 旅游还有美食 旅游还是人文旅游 还有历史旅游 对吧 还有博物馆旅游 你要找一个切录点 找好之后 你要细化这个市场 细化了以后 你要做好 做出装备和功课 你才能去做 嗯 总之的话 去仿造人家 要用选 那肯定是失败的 那现在的话 比较盛行的直播带货 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就是直播 然后在镜头面前卖东西 卖东西 你觉得这种现象 你怎么看的 这个现我看 首先你直播的 你这有一个良好的形象 就是你是这个企业 这个商品的代言人 嗯 然后形象很重要 还有你接到这个商品 这广告用语 我认为也很重要 关键你的形象 跟广告用语 相结合的话 那么你的成功率就比较高 人家可信率比较高 这是一方面啊 这是一方面 那你觉得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说越来越多啊 越来越来越多人选择 在网上直播带货 那么我们线下的这些实体店呢 可能就消费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你实体店也可以往网络带货呀 啊 实体店也可以往网络带货 你可以做啊 你做居民区的 做企业的也可以 对吧 网上带货也可以 但是大爷 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的实体业的这些 呃 创业的这些人呢 他是千千万万的 千千万万个小老板 那么如果他们都去发展 这个直播带货的话 那么其实顶流嘛 就是比较有名的那几个大网 大网红也可能也就那么几个 不可能千千万万个老板 都变成顶流 对对对 那么就预示着有很多人是 到最后是还是要失业的 那你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对经济还是有 有利的吗 当然有利的 还是有利的 经济好的时候 生意好做的时候 也有一些淘汰的 经济不好的话 有些人在经济问题中 他创意了好多一个市场了 他也成功也有 但这种成果比较少 还有一个耐心 还有一个忍耐 还有一个坚韧的意志 对吧 还有你的心理数字要提高 这个包括很多方面了 所以说您还是比较支持这个 网络 直播带货 网红这种现象 您觉得还是 所以出现了合理的 我们总会支持 对吧 因为要面对现实 在社会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了 科技进入发展发展 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六七十年 甚至八十年初期 是这么可能的 对吧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存在即合理 既然它存在了 肯定有它的合理之处 对吧